那个曾经的小公爷 后来怎么样了 喜欢耳锅 你打死我 我下个之后 把它还上来 还上来拍一句 龟龙首先 他是有天赋的 他不耽误事 我觉得他是有一些 他的工作经验 他拍了十几年戏了 他并不是说刚毕业 他说这十几年的工作经验 给他一些很好的 一些职业惯性 然后说我们拍 那个老沫 给老沫入恋那场戏 我那个空间很狭小 只能下去一台机器 就只能单机拍 先拍全景 全景直到门口拍全景 那拿个小刷子 刷他的胡子 然后刷他的那个 那个那个病角 然后到那个动作的时候 他就一滴眼泪 从那个左眼角到这 留到这 好这条过了 换近景 换角度 机器进去拍他全身 毅然那个动作到那 那个眼泪 还是从这 掉到这 这是这种控制能力 你就是啊 就是 这个我觉得是多年的训练出来了 让我们下期再见 让我们下期再见